如果要算那个前三的话 那当然你会想要最大是max max是算第一名 最高的,我们不是叫最高,我们现在是要 第3高的 所以我怎么知道第3,你可以用large 那第3,就是倒数第3的话,那就small 那怎么做?首先第1个,我们要开启 这个009这个练习题 然后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第一个你可以插入函数,你可以用统计类里面 统计里面有large跟small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找到l开头的 l在这里large 那它基本上会需要跟你要两个讯息 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array array当顾名字,你看array就是范围 就是公司这个范围 k的话是指的是第几 1的话就最大,2的话就第二 依此类推,那我要第3,那就k 这个地方就输入3就可以了 按确定 array就是这个范围 帮我找出这个工资里面排第3的是谁? 它回来就是这个范围里面排第3是37,400块的这个工资 ok,按确定 当然如果说将来的37,400这个找到了在这里 有没有 那当然如果以后顺便考各位,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我想知道37,400的这个薪资是谁的话 这个是谁的话 有没有 那当然第一个如果你要用查询,这个下一个单元 简式与参照里面 一般同学会第一个职业想到V路函数 可是跟各位讲,因为V路函数只能查第一栏 那刚好第一栏,他现在在第二栏 所以不行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查什么? 查他的工资 这个是谁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如果不在第一,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用另外的函数了 像最常用到的,你可以用match match,找到什么? 在哪一列 然后再用index 去把那个人抓出来 所以一般会match加index OK 这个蛮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只会用V路函数 那结果一查 那不行 那他除了V路函数,其他不会了 剩下就只能凸法略钢 天啊 如果像这种东西,你每天都要查 那从头找到尾人又很多 那你不是眼睛看到头晕了,还找不到 而且还容易找错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要怎么做 也许 大概之后再跟各位讲 我们先把重点先把这个讲完 待会有时间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谁 用match加index 这两个函数 那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知道large 第三个,这是排第三个 那前三我就知道了 前三怎么查 再把这个large有没有,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到哪里呢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浦 range呢,在这个 criteria是什么呢 只要打一个大于,有没有 等于,刚刚那个就可以了 不过特别注意,我们贴这个large 那你如果要加什么 大于等于的话 你不能直接打这样 你要跟之前公式的规则一样 一,你必须先把它当文字 它是一个文字 二的话,你后面要end,串接 把这个的薪水串到里面来 这样子写才是合法的 看得懂意思吧 公式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公式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类似VBA里面的一个变数 因为变数要跟一个字串串的话 一定要一个串接符号end end什么,大于等于 所以串回来之后的结果就长 长得像前面这样子 大于等于37,400块 这样子,特别注意 写的方法 这个可能其实还蛮容易做错的 按确认之后 不过特别说,sum range 因为range 如果跟sum range是同一个 因为sum range也是公支 range也是公支 如果两个一样的话 那这个可以省略 可以不用填 那我们可以算出来 所以最高的第1个跟第2跟第3 他们加总起来就是112900块 按确定 好,算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倒数后三名 加在里面 所以倒数后三名怎么做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这后面 其实1只要把什么? 把large改什么? 改什么? 然后要是什么? 本来是大于等于吗? 改成什么? 小于等于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一题的话 只要把它讲这个 复制 然后在后面加号码 加倒数后三名的 贴上 把large改成small 然后把方向改一下 本来是大于的 因为我要找到倒数第3的 然后我比它小 比它等于的就是倒数第3 然后比它再小的就是倒数第2 倒数第1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相反 改成本来是大于变小于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贴过来之后改这个 然后这边改一个方向 这样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你怕做错了 要不然就是把这个小于small 你再做一次 然后两个再串接也可以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太复杂 只要那个动作做对 那打勾之后的话 我们就得到最后结果 206500 应该就是这前后三名工资之总和 OK 当然一样 这后面其实也可以做VBA 不过这个VBA难度又更高了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这边的方法来做 那要怎么完成 另外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有一个用LARGE LARGE的那个方法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已经知道 顺便讲LARGE LARGE这个范围 里面排第3的 那我已经知道37,400 可是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以前的做法就用眼睛看 找到了 把这个带过来 当然如果说你用V栏函数会有个问题 V栏函数它只能查第一栏 它不能查第二栏 所以不行 那怎么办 我刚刚讲 如果你要用MATCH加上INDEX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 所以第一步也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用MATCH OK 插入函数 然后我们用什么呢 检视与参照 不过这是下个单元 我只是因为刚好有讲到 我就顺便讲 因为这个部分蛮重要的 为什么知道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我YouTube上面影片 教这个好多人看 还好高 后来发现原来大家都这都不会 所以才会一直看 所以有时候YouTube上面的统计 资料对我来还蛮有帮助 我觉得原来大家都不会这部分 所以他们观看的次数最高 第二个观看的时间最多 OK 所以也是一个指标 所以大数据分析 有时候你资料越多越有效 OK MATCH 所以1 MATCH MATCH它会跟我要三个讯息 这三个跟V栏函数有点像 第一个资料V栏函数也是LUGAVIRUS LUGAVIRUS就是找什么 你要找什么资料 找这个 第二个的话 LUGAVIRUS Array Array就是范围 去哪边哪个范围找 去这个范围找 第三个是说 MATCH TYPE 其实跟V栏函数最后一个一样 就是你要比对的方式是要完全一样 还是要找接近的 如果是0的话是找完全一样的 1的话是找接近的 其实我们要找完全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就输入0就可以了 或者打FORCE 其实也可以打一个FORCE FORCE的话就是等于是 不是就是0 不过你说打FORCE跟打0 那当然打0比较简单 0 1就是TRE 所以以后0就是FORCE 1就是TRE 那我们就打0 那你会发现他回来告诉我第八个 意思就是说 他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八个 第八个 1 2 3 4 5 6 7 8 对找到了 第八个 有没有 所以意思是说 他帮我跟着我讲说 你是在这个资料里面的第八个资料 也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应该也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八列 第八列由上往下算一下 OK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就可以拿来做什么了 拿来再用index 所以按确定 主要我不是第八个 我不是说第八 你自己看的第八 不怕很难为名称的第八个 就是照兴旺 当然不是OK 所以接下来 你要帮他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match是找到他在哪一个位置 那index是帮我把资料带过来 那怎么带过来 接下来一样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然后再插入什么呢 检释与参照里面index 按确定就好 array 范围 意思是说你要抓资料的范围在哪里 一般习惯是不包含南卫名称的其他资料 从A2一直选 选到B10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 row number的话 请各位注意row number 哪一列 其实就是match刚刚得到的 第几列呢 第八列 所以贴上 第八列 color index color指的是什么 蓝哪一蓝 这个指的是你现在选的array的第几蓝 因为我选的这个范围 总共有几蓝呢 有A有B 所以其实有两蓝 我们要的是哪一蓝 应该是第一蓝 所以你这边就输入 输入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我要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蓝 哪一蓝 所以它这边是8嘛 所以就找到第八了 然后哪一蓝 这边有两蓝 那我要第一蓝 所以把这个资料 意思说把这个资料找到之后 帮我丢到这边来的意思 它就得到造星旺的结果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来 事与各位看一下 我再按输入1 有没有 造星旺 它就帮我带过来 按确定 查出来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其实你说难 好像有点难 那你会的 其实说真的就这么一个意思 match就是找到它在第几个位置 index是把它的资料抓过来 所以这两个是分工合作的 OK 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最后结果就长这样的 OK 请供各位参考 所以这个也许 待会我一样 把这个把它截图吧 放在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 试试看这部分 然后这个是前后三名工资 这个做完了 也许试试看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当然可以的话 就试试看VBA 我这一题VBA会也是蛮困难的